Excel裡面還有一個叫篩選的功能 這個篩選其實它已經可以查到非常進階的用途了 怎麼說呢 比如說這邊按篩選之後 不過先取消一下 上面好像有一個這個 這個很討厭 這個如果多一個這個 多餘的列 它會出現錯誤 所以必須把上面這個刪掉 然後你游標放在第一列上面的其中一個 按篩選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什麼 如果你今天是文字的話 它會用文字篩選 這邊就有一個包含 包含就關鍵字 如果你下一個關鍵字 比如說你姓名部分 你需要找到 因為你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你只知道它姓 姓陳好了 那如果你用那個VLOOKUP或LOOKUP就不行 它沒有辦法說陳是什麼 不行 但是如果你用篩選就可以 它有一個文字篩選 裡面有一個包含 那你要怎麼用 基本上可以配合什麼 錄製聚集 再來修改 就可以達到你要的效果 但是難度當然比較高 可是它可以做到的查詢效果 等同是跟SQL 以法差不了多少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有個大量的Excel資料 你要只是簡單的來做一個查詢系統的話 利用篩選就可以辦到 而且其實可以查得滿好的 那還有像總銷量 它會出現什麼 它會自動變成數字篩選 也就是它會因為底下的資料不同 而有不同的篩選方法 所以你可以大於等於小於 甚至如果你裡面是日期的話 時間的話 它也會給你一個區間 比如between 或者是說哪個日期之前 哪個日期之後 也可以做很多進階的篩選 順便提一下 那我們剛剛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LOOKUP來做 那請各位再把這個查詢界面 複製一個按CTRL鍵 然後呢 把這個名稱改為後面瓜糊 改為叫VLOOKUP 那請各位試試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上面東西不改 但是我希望怎麼 把它改成用VLOOKUP來做的話 該怎麼做 一般習慣是這樣 如果用VLOOKUP來的數的話 我還是習慣 怎麼樣 把範圍變成名稱 因為你將來要選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很麻煩 而且還在選某個工作表的某個範圍 所以我習慣是 先把這個範圍 取一個名稱 比如說叫LOOKUP好了 假設這個名稱 這個範圍 我把它定義一個名稱 不過定義的方法 跟剛剛不太一樣 剛剛是編號是有選到 可是呢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的話 請你公式裡面也比較定義名稱 直接把剛剛的名稱貼上 就是叫LOOKUP 這個範圍就叫LOOKUP OK 假設 那我就可以以後按F3 用這個當成是它的那個那個名稱 按確定 好 第一步 那不過除了說用這個方法之外 還有一個第二個方法 好像前面講過 選取 在這邊有沒有 輸入LOOKUP 按Enter 等同是這個地方 公式裡面的名稱定義 結果是一樣的 結果是一樣的 在這邊 哪一個比較快呢 好像這個快一點 OK 不過這個比較正規 看各位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如果說要查一樣的東西 插入函數裡面呢 請你找到檢視與參照這個群組 最下面 最下面這個 就是LOOKUP 按確定 那它的參數會有四個 算多的啦 不過你就是用理解的 它有點像對話式的 請問你要查什麼 它好像有個機器人一樣 我要查編號 那你要 你的對照表在哪裡 好你就按F3 我的對照表在LOOKUP 就是這個 在這裡面